我爱你 妈妈 我爱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复兴健康医疗队的易嘉丽 今天是我来上海支援北菜的第七天 和我一起的还有深圳恒生医院佛商长医 安徽近民医院的29个姑娘 平均年龄27岁的一只娘子君 但是我们刚起往来一点都不含糊哟 那天坐车去一个比较远的核酸检测店 中午大概有29度 有一个同事已经穿好了防护服了 比较闷 晕车晕得厉害 我们也穿好了 不能帮到他 也着实很无奈 只能俯背的方式给他安慰 等到达才几点的时候 他又立刻切换了工作模式 为他的专业点赞 在上海玉桥路小区 因为有独居的老人 其中有一位阿姨胜利不太好 我就和同伴上门为老人做核酸 他们和爷爷奶奶一样的年纪 临走的时候 还不停的说谢谢 在支援北菜的这段时间里 我还遇见了很多这样可爱的人 核酸时 我看到一对恩爱无比的老人 相互仓服 感觉四周都充满了粉红色的泡泡 也看到了志愿者 从早到晚 非常辛苦 衣服都湿透了 手上都贴了要贴 但还在坚持 觉得他们也非常了不起 还有小朋友 核酸时对我说 阿姨可以踩快点吗 我还要回去做作业 太可爱了 也在上海这座时尚魔物 感觉到他的温度 还有个阿姨来采集 看到我们穿了两层防护服 面罩上有雾气 他采集完回家之后 还给我们拿来了冰块 那一刻暖涌上心头 再采集到第五个流动点时 房屋服内的衣服 全部都湿透了 那里没有任何一个阴凉的地方 我们透过小小的缝隙给居民采样 等到采完样衣回头 看到有人悄悄为我撑起了一把遮阳伞 原来是居民志愿者 那一刻我的眼睛火辣辣的 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 午后访程 路过寂静的街道 路上有骑手 志愿者满载带白的车辆 大家都在坚守 在干嘛呀 在给家里人报平安 网上我们都会给家人报平安 会给他们分享我们今天 遇到的一些温暖的事情 也告诉他们 我一切平安 让家里人安心 五月五日 我们的队友 旺秀梅老师 给她六岁的女儿 过上了一个难忘的云上生日会 妈妈我爱你 妈妈也爱你宝贝 祝您六周岁生日快乐 谢谢妈妈 我想起床 我想去东方明珠 我想早点看到 繁华美丽的上海 这就是守护北蔡元席女孩的一天 同心守护 共产生日 北蔡加油 上海加油